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那么在最新的有关两岸跟国际的焦点 就是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 在12号今启程前往我们的友邦巴拉圭 那么他是以特使身份率团出席 巴拉圭新任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 那么一共有七天六夜的行程 在14号当地时间 他在一个桥宴当中 他说会晤了巴拉圭新任总统贝尼亚 那么贝尼亚强调所率领的政府 一定会跟民主的中华民国台湾维持邦交 也希望跟台湾进一步深化合作关系 这也是我们这次赖副总统 他身负重任来跟当地有些洽谈的合作 那提到这个呢 其实在今天我们还有个面向 要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 这得要从美中台三民关系 这样的角度来说 我们知道在美国前总统川普 2018年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后 美中竞争格局浮上台面 而且延伸了科技战制一升级 相对美国跟台湾关系是趋紧密 那么正值目前台湾处于三党候选人 角逐明年总统大位之际 那么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赖副总统 他这一次呢前往巴拉圭 过境美国纽约还有旧金山 其实这也是台湾历任的政府元首出访的时候 应对中国大陆打压 展现我们中华民国国格的所谓过境外交 那美国在这样的时机点上 对地点的选择安排阶级规格 究竟有哪些考量 还有我们也留意到中国大陆一贯 还是表达反对的立场 不过采取相关动作 到底显示哪些讯息 而接下来后续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还有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也将会寻网利 会前往美国 这所谓的赴美面试 赖副总统模式 是不是可以套用或 可能会有些不同呢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 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蔡农翔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蔡教授你好 黄主持人你好 各位央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正政治系蔡农翔教授 好 那么奈副总统 这次前往巴拉圭 那么参加新任总统 贝尼亚的就职典礼 那他也是代表民进党参选 下一任的总统 虽然我刚有提到 历任元首相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还有现任总统蔡英文 都曾经以过境外交的模式 在美国城市停留 进行双方互动 那么事实上 其实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也可以为美中台关系来测温 如果按照以往的惯例 您观察 美方对赖副总统 过境地点的安排 还有接待规格 是否符合预期呢 这次是由美国在台协会的 执行李士兰英来接机 当然这是有一些 转折美方的说法嘛 那么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 他没有接机 是因为参加家族的婚礼 老师你的观察呢 是 就说有很多人说 那AIT的理事主席 罗森伯格 是不是应该在 赖副总统到纽约的时候 去接机 因为事前都还没有公布的时候 他不会去接机 后来我们才发现说 是因为他妹妹的婚礼 他必须要去参加 所以他就预录了一段 在赖副总统抵达纽约之后 由执行李士兰英 代表罗森伯格接待赖副总统 这个其实并不是所谓的降格 为什么 因为他从巴拉圭 回到究竟那时候 罗森伯格他有预告 会亲自去接待赖副总统 所以我在想 国内有一些报纸的评论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格局是比较稍微小了一点 为什么 因为美国已经很强调 这次赖副总统到美国过境 有几个原则 安全 便利 舒适跟尊严 那当然他抵达纽约之后 跟侨介 台湾住在美国这些所谓的台桥 或者是华桥 有一个很盛大的桥宴 那这个桥宴呢 他也发表了很多的讲话 所以我们重点不是说 谁去接机 有没有去接机 而是说他在美国 是不是能够公开的表示 他所想要讲的 再加上美国当地 包括驻美代表 小美琴 大致他也有去 包括我们的桥会委员长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这一次还是过境 基本上就是过境 可能一两天 他也去看了一场棒球赛 这个基本上都是按照惯例 并没有把规格降低的问题 各位如果有在关心 美国跟台湾的互动就知道 2020年赖清德副总统 他已经选上了 但是因为离就职还有一段时间 他曾经去美国华盛顿地区 DC访问 他也见了美国白宫 当时的国安会的秘书长 欧布莱恩 那一个行程里面 也拜访了众议院的议长 就是Lancy Pelosi 佩洛西 也拜访了美国参议员柯林 也参加了国家祈祷早餐会 跟川普同一场 虽然不见得有跟川普 有一些互动 但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按照所谓的规格 那一次已经都见到了 国家安全会议的顾问了 这个层级是非常的高的嘛 那我个人觉得是说 这是单纯的就是过境 当然过境也会有一些安排啦 主要的敏感的地方是因为 他不是只有以副总统的身份过境 而且他还是所谓的 民进党的总统的参选人 你就可以可想而知嘛 中国在他还没去之前 就说这个是灰犀牛 我常常开玩笑 灰犀牛是草食性动物 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中国来讲他们一定会抗议 因为这个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或者凸显台湾的国际的地位 我想不是说见了谁的问题 而是说这个单纯这样子的一个过境 就是对台湾外交层次的提升嘛 那蓝英在桥宴的时候他有公开讲话 他说美国的政策很清楚 就希望台湾能融入这个国际社群 也很高兴见到台湾能够跟邦交国建立这些外交上的友谊 这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所以这个很清楚嘛 美国某种程度就是要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错 有些人批评说是不是降格啊什么 可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包括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如果他们要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那美国会说 对啊那我当初接待赖副总统就是这样的规格啊 是不是你们两个一样可能就是这样的规格 因为为什么美国的立场是要一视同仁嘛 所以他就是也不想介入选举嘛 如果另外的解读 当然啊 对啊那当然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去美国可能见了一些智库啊 一些学者 桥界啊那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赖清德 假设没有见到美国的官员 这一次过境 那其他两位呢 下次去的时候 然后都见到 我觉得美国如果这样做 一定也会被批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现在先说你的是降格 可是到时候如果你去的时候 他都一视同仁 大家不是都一样吗 在台湾会有很多来自不同角度的观察 跟探讨或者是批判 这是我们台湾民主多元的声音 我想这后续我们可以观察 在9月份的时候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预计会访问美国 我们就来看相关的一些安排 至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那么应该啦 预计他也会二度前往美国 我们也来观察 这样子会比较公允一些 那么刚才蔡教授 你所提到的 的确美东时间13号 赖副总统他过境了纽约 那么在这场晚宴当中 赖副总统还特别提到 感谢美方不具压力 秉持安全舒适便利尊严原则 协助过境 那美国在台协会 刚刚我们提到 有执行理事兰英 代表致辞 那么也成竹教授 所提到的就是鼓励 我们台湾种族国际社会 至于罗森伯格 他是透过将近四分钟 预录影片致辞 特别提到刚才 我们也有强调了 他因为在家乡匹兹堡 参加妹妹婚礼不客出席 不过也已经预告了 那么在之后 会在周金山和赖副总统 会面的一个行程 那接下来想请教教授 就是说 其实赖副总统停留纽约 大概25小时一天 多一点点的时间 那其实他在纽约第二天 在下他的饭店 跟支持者有早餐会 那么也之后参加了 主流技巧界人士的宴会 还有跟台湾青年座谈 另外他也去球场 去参观有观赛 因为他是一个棒球迷 但很清楚 他定调是私人行程 是不是也是台湾跟美国 关系紧密 但是也是一个默契呢 对 就是说基本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因为这个在预录的影片里面 罗森伯格有提到 台美的关系比以前更紧密 就提升到了一个比较新的层次 那我想在蔡英文总统领导的台美关系 觉得是这样子 就说大家也不要去说 这一次没有见到谁或什么样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个国家的元首到美国去访问 这总有为安的问题 如果有一些公开的活动 这个都是需要美方的一些协助跟配合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是客水主便 为什么 因为美国他一定会有一些安排 我知道台湾一定会提出一些想法 是不是能够到DC去 不过如果对于 比如说蔡英文总统 都已经见过前后两任众议院的议长 赖金德副总统有提到 台湾跟美国最重要的 就是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台美21世纪 自由贸易的倡议 这样子已经签订这样的一个协定 这个是一个非常实质的 因为这几十年来 台湾跟美国签订这样的一个协定 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实质意义的关系 个人是觉得就是说 在赖金德副总统他讲的 因为我去听他整个全场的演讲 其实他提到的台湾问题国际化 然后他一直不断的强调 就是说台湾民主世界同行 也提到包括蔡英文总统的四大坚持 以及他的所谓的四大支柱 当然也一定有很多人说 赖金德副总统过去的有一些言辞 那可能美方会不太信任 不过如果你有注意 因为他接受彭博社的这个专访 他当然是用中文回答 英文的部分因为他阐述的非常非常清楚 因为那个组设计问他也非常直接 说你会不会追求台独啊 那你觉得你的红线是什么啊 他其实都是直求对决 所以某程度来讲很简单的意思 就是他阐述的就是说 他觉得所谓的台独是什么 很清楚就是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 他的意思就是说 台湾其实不需要去追求所谓的法理台独 那只要是维持和平稳定 如果台湾没有事实上没有独立的话 那中华民国到底能够统治哪里呢 所以一定是有一个事实的独立状态 所以他不断的去阐述这些 加上他谈到所谓的台湾的民主 包含就是说台湾的安全 可能是会联动到世界的安全 因为他说2016年开始 台湾的对外的贸易 他有提到成长了七成 台湾的GDP从17兆变成22兆 也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2021到2023这三年的经济成长率 加总起来是世界第一 所以他告诉这个或者是说 包含他提到可能台湾的晶片 台湾跟全世界的连结 这些东西都是在告诉一件事情 如果台湾有事的话 世界是会有事的 那我想这个也不是说 单纯用所谓的连结式的论述来陈述 而是什么 这些都是一些事实 我想我们要看的就是他讲了什么 以一个作为有可能会当选总统的人 对整个台湾的国际地位 或者是台湾跟印太国家 跟美国的这些民主的连结 我想这个层次的论述都是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应该有的论述 你解释了这个我会再确认 因为美国他们很清楚就是任何你讲的东西我都要再verify 他不会说你讲的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慢慢信任的一个过程 当然过去他有一些言论确实让美国可能觉得 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当选总统之后有机会有一天能够走进白宫 对啦美国当然有一些concent 可是这个concent也代表说你自己来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不要过度的去解读说 美国就是对你不信任啊就是怎么样 我想这个有点解读比较太多了 过多的解读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这也是赖副总统 他代表民进党参选 明年的总统外界的一些质疑 不过这段期间他也做了相当多的说明 那事实上呢 赖副总统7月初在台湾 我们宜兰一场闭门选举造势活动当中 就顺应支持者谈话说 台湾总统要有走入白宫的志气 那其实我们或许可以拉长时间来看 就未来是了 因为刚才教授已经提到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的赖副总统他刚选上 跟蔡英文总统搭档 他就访问美国 已经见到了美国的高层 那我们未来要看的是 就是这些美国联邦众议院 在今年3月 以压倒性票数通过的 提出一个台湾保证实施法案 这个法案很重要 因为过去几十年来 美国呢 就因应北京的一些要求 包括高级军官在内 大多数美国行政部门 高级官员都被禁止出访台湾 那包括呢 我们的台湾的官员 不得传任何官方制服 或佩戴中华民国的国旗徽章 我想这些都慢慢的 我们未来是可以来观察台美之间 更紧密的互动 除了在经贸方面 会有一些谈判或合作投资的机会 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来观察 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I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谈的是美中台三民关系 那我们是从副总统赖清德 他出访我们的友邦 参加新任的总统贝尼亚的旧职典礼 那过境美国的纽约 那么是去的时候去城 那么回城的时候 会过境旧金山来看美中台三民关系 特别是赖副总统 是代表民进党来参选明年的总统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换个角度 要来谈的是中国大陆的反应 这次赖副总统出访友邦 中国官家部 他以发言人答记者问的方式 做出回应 就说坚决反对美国政府 跟台湾方面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 另外还有个面向可以来观察 就是中国大陆在赖副总统出访的时候 12号到14号在东海举行了三天的军事演习 那外界有些比较担心 就是说是不是类似 今年我们才问总统出访友邦过境 美国的时候中国大陆同样有这样的演习 似乎是有点类似 老师你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 截至目前他的一些动作回应呢 好 因为这两天的讯息就是 除了你刚刚提到那个东海有军演 他在广东地区也有 所以这两个军演某种程度来讲 当然有人会说他这个军演的地点 他距离台湾是相对上还有一段的距离 那这个很清楚他们做这样的动作 某种程度上就是说 第一个不能太过于扩大军演 为什么 因为如果对直接比较靠近台湾 如果真的举行大型军演 中国也担心 他过去曾经有中国的政治领袖 说你不能选谁啊 台独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个中国前总理朱隆基 那某种程度如果这样子的操作 或是文攻或者是武嚇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反效 什么意思 就是说可能会激起台湾有一些 可能他是有亡国感的 或者说可能有比较忧患意识的 反而会投票给中国不支持的候选人 所以他这个动作 其实某种程度说 他也希望当然有抗议 有军演 所以是有点一石二鳥 就说我军演 但是我又事实上某种程度 我就是当然是抗议你 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去美国过境 但是你如果有特别注意新闻 他同时也在做经济制裁 反清销税 跟对台湾的聚摊酸脂 这样的一个塑胶的材料 然后对台湾要喝反清销税 这个基本上 他们会说这没有关系 因为过去中国就是对台湾浪力 可是我觉得没有错 也许不见得会 但是这个时机点上 真的是非常敏感 而且我有去特别注意到 我们国防部公布的军事的动态 确实14号到15号 这个军机的价次又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 我个人觉得中国很清楚 就是说他一定要对于 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过境美国做一些反应 可是这个反应 有军事专家说 他那个东海的军演里面 40伤 那个范围没有很大 而且时常在测试他的无人机 因为有一个台湾的军事专家 海军上校有提到 那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 他一定要做某些动作 然后让他觉得 对我对赖清德副总统 过境的时候 有一些反应 可是赖清德副总统 他相对这一次又比较低调 那如果他也很低调 美国觉得说就是按照惯例 以前国民党的副总统 吴敦毅也是一样 如果是按照惯例的话 那你又那么大的反应 那责任就会在你的身上 是 就是说我都已经很低调了 我并没有让他 见美国的比较重要的 行政官员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那么激烈呢 当然他一定要反应 这驻美大使没有反应 那怎么可能呢 那不就这个工作 可能做不下去了吗 我想是这样 但是如果说过度的操作 包括台湾有一些人 开始会有一些质疑 我都可以理解 可是有时候某种程度来讲 就像那一副总统他提到的 他说有时候国家利益 是大于所谓政党利益 那外交利益 也是一样会大于政党利益 那民进党也许 现在是执政 但是有一天如果没有执政的 换位思考的话 我觉得也一样 我想我们都要比较公允的去看待很多事情 其实郭台铭总事长曾经去白宫见过川普 所以这件事情在2019年5月1号 然后他说他戴着中华民国的国企 跟美国国企的帽子 然后进入白宫的椭圆办公室 见了川普总统 可是这件事情 当然他现在要选总统 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也是台湾外交上的一个突破 不是吗 中华民国台美到台湾来之前 蒋夫人曾经去白宫吗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我们来讲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真的有人能够见到白宫 然后见到白宫的总统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 我想不管哪一个政党 对台湾都是能见度都是提高 那当然他不见得是外交人员 不过我个人觉得 郭董事长去的话也是一样 他一定会谈到台湾的经济 台美的合作 这个对台湾到底有什么不好 我真的是看不出来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这个已经从川普总统到拜登总统 这个国际局势已经不一样了 不再像以前说 可能连台湾的总统要公开场合都不行 而且可能要离开之后才能发新闻稿 现在也没有 也都没有这些限制 所以这显示台美关系的一个更紧密 还有通过相关的友台法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谢谢教授 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耐副总统有提到 就是国家利益高于党的利益 我们对照中国大陆党领导一切 党的指挥 这是很不一样的 那有提到就是中国大陆军事动作 除了三天的东海的演习测试 无人机 那广东海市举刚刚教授有特别提醒 他们是在14号发布了讯息 在15号上午9点到下午的2点半 还有17号的上午9点到中午12点 会在珠江口海域举行实弹的射击训练 是提醒禁止进入区域 那这个时间点是相当具有针对性的 所以更早以前就是我们的总统府发现 任林玉禅也特别说 这次赖副总统到友邦访问 过境美国 向外安排跟潜力 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同 中方毫无理由借机寻衅 制造区域不安 极麻烦 但是我想这外交过招 我们跟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一个 在国际上的不要说较劲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一再的打压 我想我们也会找出一个比较好的因应对策 好 最后我们就来谈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触及到了 就是这次在副总统的过境美国 那出访友邦 但事实上他又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自然美方在相关的安排 或许应该也是有这方面的考量 那至于侯友宜还有柯文哲 他们如果到美国去进行所谓的面试 您会怎么样来看美方的一些思维 刚刚我提到就说 是不是就是不介入选举 所以应该是模式会同样的思维会套用 老师您的看法呢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正义 已经有提到这件事情 就希望未来能够见到副国务卿的层级 那因为过去的朱主席 去访问美国的时候 曾经进入国务院 可能有见到副国务卿这个层级 假设如果说他没有总统候选人身份 那当然就是国民党主席的身份 那这个基本上是会不太一样的 所以如果侯友宜市长 假设他真的能够见到副国务卿的话 我们也是觉得 从中华民国外交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但是重点是说 根据台湾旅行法 都可以见到美国相对应的 这些官员的时候 那如果到时候没有见到的话 那大家是不是说那是不是就是这个规格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美国不希望就是说 不管是对台湾的候选人 或者是政党或者是支持者 或者是包括中国大陆也好 他们都是保持一个 就是说很简单嘛 我三党候选人我可能都会见 像上次罗森伯格来台湾一样 他一样见了三党的候选人 对不对 那我想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基本的立场 他不会去介入见谁 然后特别跟他讲什么 然后就来支持他 我想美国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押宝 很清楚嘛 因为说实在的 除非说是真的这个差距悬殊很大 他有时候也很难判断到底谁会当选 所以这个不肯那么快就说 我来支持谁 甚至就是说 上次罗森伯格来台湾拜访 第一个是见的是国民党候选的侯友宜 开始就有评论家说 你看他先见侯友宜 所以他对侯友宜比较重视 我觉得那个一点关系也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很清楚嘛 就是说他三个人都会见 这个先后顺序不见得是重要性嘛 他哪知道谁会当选 如果根据民调的话 是侯友宜比较低呢 那为什么他就见第一个 我个人觉得说 这个都是一些揣测 那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未来两位反对党 或者总统候选人 国民党跟民众党去美国访问 那如果美国有一些安排 那我们都非常乐见 当然一定会跟智库啊 地方的这些层级的官员互动 这个一定都会有的 但是在相同的原则底下 我想美国不太可能会说 对那两个就特别那个 对赖清德就 那我觉得 当然因为这次赖清德副总统 不是用总统参选人去美国 我一直不喜欢面试这两个字 为什么 面试的意思是说 如果面试过了 你就通过这样子 其实不是 应该不是 大家都觉得说用面试 其实不是 而是说美国要去了解你的想法 你告诉我你的想法 你告诉你政党的主张 美国来觉得说 我来做一点评估 从头到尾不是什么 面试一定要录取跟不录取啊 大家都知道 我去美国面试啊 美国一定要知道你 当国民候选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面试 这个字也拿掉 我们都是用引号的 那是简单来讲 事实上就是说 我们是选出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 每个国民 未有选票 你有资格投票 就投下 你心目中理想的总统人选 那当然 过去的这个惯例 通常 我们的总统的参选人 有机会会前往美国 那我们听到的 看到的就是 他们会阐述 两岸论述 对于未来台湾 面对这样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会怎么样来带领台湾 往未来的这个道路上前进 会保卫台湾的民主自由 我想这是大家呢 必须要去正式的看的一个重点 而不是可能就像刚才老师举例的 罗森伯格到了台湾之后 那么先后社区看了谁 就有这个解读 我想大家是太过于关心 也过于解读了 重点是在于 大家透过这些总统参选人 不管是在台湾 或在海外的一些言行 他们所说的 那是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你所支持的 我想透过在今天 这样一个角度的 一个议题的探讨 让听众朋友能够更了解 好 我想今天针对我们的副总统 拉钦德 他是以特使身份 前往我们的友邦巴拉圭 参加新任总统 贝尼亚的旧旨典礼 那么去城跟回城 都过境美国 所进行的所谓过境外交 在当前美中台三方关系 还有特别是处于明年 台湾总统大选前 所显示的一些讯息 我们在今天非常感谢 中正大学郑正希教授 蔡荣祥非常专业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蔡教授 谢谢您 谢谢黄主持人 好 谢谢 好 以上就是今天 两安居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节目尾声提醒您 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 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 包括Podcast 播客平台 还有在Sound on Spotify都可以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 持续锁定 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 当然如果听众朋友 对节目有任何保贡意见的话 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 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您可以来信 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 北安路55号 写给两岸ing节目收就可以了 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 at 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 加入两岸ing节目的粉丝团 您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 打上两岸ing来搜寻就可以了 环丽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天空中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